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切首领商议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 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立位人 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我们要把神的约会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会前求问神 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 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 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 要从激烈耶林将神的约会运来 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 就是属犹大的激烈耶林 要从那里将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 耶和华神留名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乌撒和亚西约赶车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 在神前用琴、色、锣、鼓、号、作乐 极力跳舞歌唱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历代字上十三章一到八节 这段经文是讲到大卫 当时他整个国家 开始被建立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叫做国情的一个会议 这个国家会议 他召聚了千夫长百夫长 一些各种的首领来商议 商议什么样的会议 以至于需要召聚这么多重要的领袖 来到当中 原因就是要来 让约会回到耶路撒冷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当然是要非常谨慎 也要非常小心的事 所以他特别邀请了 这些领袖们来到当中 所以他就 第二节就讲到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 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 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地的 祭司立位人 使他们都在这里聚集 那么聚集什么呢 聚集就是第三节说 我们要把神的约会 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会前求问神 大卫有一个 想要为神大发热心的态度 可是约会在哪里呢 其实根据 诗篇132篇 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 所记载的 大卫当时也不晓得 约会在哪里 所以他要去找约会回来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好 第四节说 全会众都说 可以如此行 这是在众民眼中 看为好 大卫一开始在第二节 告诉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 第四节说 全会众都说 可以如此行 这是在众民眼中 看为好 我们看见 在整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 整个事件当中 没有神 他们没有求问神 他们就觉得 好 美好 这件事情好 好的无比 我们就去做 我们就去行 大卫问大家说 你们若以为美 然后大家说 好啊 很好 不错 大家去做 可是神在哪里 如果每一次 我们的事工讨论 我们都觉得 应该这么做 那么做的时候 神在我们当中 是缺席的 神不在我们当中 那这样的事工 是很可疑的 这样的事工 只是一个 为神 看起来是 大发热心 但是 却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看见说 第四节 讲到的是 这是在众民眼中 看为好 他们没有求问神 这段经文不是说 这是在神的眼中 看为好 是众民眼中 都有一件好事 所以 我们要寻求神 很多时候 我们会以为 我们自己 要这么做 那么做 甚至于我们 想要为上帝 做了很美好的事情 特别在教会当中 我们每一年 我们为教会的事工 做了多少的规划 多少的这种计划 但是这些 有没有合神的心意 在教会的主轴的价值当中 有没有合神的心意 我们在做任何的 福音工作的时候 做任何外展的事工的时候 做任何所谓的社区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求问神的心意呢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说 这是好的事情 教会要做这个 教会要做那个 小主要这么做 这么做 可是我们要去查问 我们要寻求神 神啊 这是不是出于你的心意呢 求神帮助我们 在历代字上十三章第五节 他说 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的西结河 直到哈马口都遭聚来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那个西河节是什么地方 就是尼罗河的古民 那意思就是说 最南边的 南边的这些 住在国外的以色列人 都遭聚来了 那哈马口在哪里呢 就在最以色列境 最北边的地方 从国外也好 或者是从外 这个南北 东西全部都遭聚来 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一件 非常伟大的事 就是要把约柜运来 而当时的约柜 就是在激烈耶林这个地方 激烈耶林这个地方 他们就把它运过来 那么运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 这个圣经呢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 第七节讲到 他们将神的约柜 从亚比拿 达的家里面 抬出来 这个亚比拿呢 根据 撒末尔记 撒末尔记上 第七章第一节说到 这当时 这个约柜呢 是在山上 不单在山上 而且还有人看守 还有人看守 所以亚比拿达 也是非常谨慎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他放在新车上面 我们知道他犯了一个毛病 约柜不能够放在车上 他是要用人去抬的 就是抬的 那当时 大卫 大卫他为了 这个 谨慎的缘故 他特别邀请了两个 勇士 这两个勇士 叫乌煞和亚西约 乌煞和亚西约 这两个勇士 大卫贴身的保镖 他赋予这两个重要的勇士 一个重要责任 这重要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要附送 保护这个约柜 我们看见 大卫其实是非常非常周详 去计划这个事情 甚至于他还在 第八节说 大卫和以色列 众人在神的面前 用琴色锣鼓 好作乐 极力的跳舞歌唱 他们要迎接 好像有一些的仪式 好像有欢庆 好像在那个地方 伴嘉年华一样 他们把神的约柜 带回到耶路撒冷 这样的心意 好不好 看起来是不错 可是不要忘记 刚刚我们讲的 这件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求问神 如果没有一个求问神的 前提基础当中 在做最美好的 最漂亮的 这种所谓的仪式也好 或者是敬拜也好 神都不喜悦 神都不喜悦 我们看见 神很看重的是什么 人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 今天神的同在在哪里呢 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神敞开的时候 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在 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或者是说在现在的此刻里头 我们并没有能看得到的约柜 但是今天看不到约柜在哪里 就是神的同在的据说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把我们的家庭 把我们的职场 把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生命 分别出来 然后让神来使用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 主你知道常常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的期待去完成你的工作 我们以为美的事 但是这些事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喜悦 主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次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心意 让你的心意越大 而我们越来越微小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